好了,上次我们说了 10进制变成2或者16进制 然后我们今天就说2进制变16进制 或者调断16进制变2进制的方法 最简单是,譬如我想将2进制 变成16进制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首先我将2进制变成10进制 这个方法你们懂的 再将10进制变成16进制 这样去做 用10进制这个方法做一个中间人 就可以解决到 这个就是我们正规 譬如下一次如果我想利用4进制变成7进制的话 我们也是会用这个方法去处理的 用这个方法处理的 但问题就是 16这些是经常会用的进制的转换来的 有没有快点的方法 当然是有啦 那我们接下来就会讲 怎样快点计 好了,那怎样快点计 譬如举个例子 我有个二进制 1011 0101 01 OK,有这个二进制 好了 那我们怎样做呢 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要将它 由左边起 数4格分为一份 譬如说 1234 这个为之一份 1234 这个为之一份 好了 转完这份之后呢 我们就想了 0101 是多少啊 0101就是 如果你深算 合子一算 就应该是 1、2、3 就是5来的 5来的 1、0、1、1呢 那就是11来的 好了 然后我就想一下 如果5字 16进制是多少啊 5字16进制就是5 那如果11在16进制是多少啊 如果大家要记得的话 10是A 11就是B 所以以上这一个的 二进制 回到这里 就会变成 B5 16进制这一件事 我们又再说一次了 我们由左边起 数 4个 1、2、3、4 为之一组 然后将这一组 变成一个 十进制 这里再 1、2、3、4 变成一组 再变成一个 十进制 再将16进制 变 十进制变16进制 那就做到了 那我们又来 多个例子了 譬如说 1、0、1、0、1 那怎么做啊 同样道理了 1、2、3、4 为之一组 1 已经没有其他东西了 为之一组 好,那你可以中意的 保三个零在前面 好了 然后 1 1、2 即是呢 这个又是 刚才说了5 好 在5来说 16进制是多少 就是5 在1来说呢 如果我们1 16进制是多少 就是1 所以呢 你会发觉 1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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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如果没有的话 首先将它变成10进制 再将10进制变成二进制 这样就完成了 但是快点的方法是什么呢 譬如我想找 B 8 16进制 究竟等于多少二进制 第一件事我们要做的就是 首先将它 独立 自己这个变成 做二进制 譬如8的二进制就是 1000 B的二进制 B即是11 11的二进制就是 1011 所以B8的二进制 就会变成 1011 1000 那当然 这个就是一个 简单点的例子 譬如我 我如果是 A A 6 16进制又怎么办 我们A的话是10 10的话就是 1010 6的话 在二进制来说 就是 110 SIR不够四个位 我答案是不是 1010110 不是的 记住我们怎么也好 要保够四个位 所以我们的答案是 1010 0110 0110 我们保了个零在这里 这个就是 我们将 16进制 变成 16进制变成 二进制的一个方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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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